嗨, 作为青安村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年是青安村的十五周年庆 那么为了感恩心 以感恩心来跟大家相会 我们也特别邀请了黄鼎英医生 来新加坡做了一系列的全方位自然医学的讲座和工作方 那我是怎么认识黄鼎英医师的呢 在四年前 我认识了一位生机大人 他叫做李秋良老师 李老师他身患七种癌症 在二十三年前 医生就判定他在六个月内 也许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在这个地球上 所以他就回到山上的老家 去吃牧草 吃生机饮食 那么他也会哈哈笑的功 那么身体好了 我们大家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疗法的例子 所以我们就组团到台湾跟你老师学习 那么到上网课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私下问李秋良老师 除了你的生机饮食跟你的校功之外 那你还有什么秘诀呢 还没有教授给我们的 那么他就很慈祥的跟我说 有的我还有一位很好的心灵医生 这位医生呢叫做黄鼎英医生 他是西医也是中医 也是自然疗法医师 也是心灵的医师 所以呢 他就说我可以介绍你去见黄鼎英医生 所以在那一次呢我就在李秋良老师的成就下呢 就到这个黄鼎英医生的他的中心去跟他认识了 也因为认识了我们就有应验请他到新加坡和李秋良老师 一起来办会系列的身心灵整合的课程 那些三年过去了 是否我们是五周年轻 我又再一次的黄鼎英医生呢 请来新加坡和大家一心相会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音乐 在4月13号到最花林俱乐部 跟我们一心相会吧 如果要知道详情呢 请上网青南村的网站和Facebook 谢谢大家